新北市中和发生死亡车祸 一焦冒雨之情却被小货车撞上 当场弹飞五公尺后 重衰倒地伤众不治 照射的货车司机说 是因为天气太冷了 车内没有开储物装置 前挡风玻璃起雾 才会视线不良而撞上 而一焦家属更是悲痛不舍 说先前才叮咛他出门 一定要上班小心 没想到还是发生了遗憾 一焦冒雨在寒风中指挥交通 但没想到一辆小货车 竟然没有刹车拦腰撞上 一焦弹飞了五公尺后 倒地不起 目击民众见状连忙报案 一焦被这么一撞伤中送医不治 相应遗体时家属悲痛不舍 而这期死亡车祸发生在16号晚间 新北市中和区的建八路上 平日上下班的时间车流量多 事后肇事的肇性货车驾驶工程 因为当天天气太冷 又没有开启储物功能 前挡风玻璃起雾 才会因为视线不佳 撞上酿祸 赶到医院就没有意思了 还没有跟他谈啊 还没有谈啊 那应该还算成谈啊 那剩下的就等 之后再来协调吧 开车起雾 驾驶或多或少都有经验 但细看监视器 当时货车的车窗开启 空气流通下 要起雾机会并不大 因此家属也怀疑 很有可能是驾驶边抽烟 边开车才会晃神撞上 如果说不想要 就是一直这样 冷气调来调去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车窗斜对角 稍微都开一点 让里面车内空气 还是有冷空气带进来 去做流通的动作 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可以有效防止 他车子玻璃会起雾这样 是否甚至起雾肇事 警方还得再厘清 但车祸也已经造成 另一个家庭破碎悲剧 记者是当林秉舟新北市报道